請問今天的歷史題目是什麼? 今天的歷史題目是 英國國旗的由來 為什麼會有英國國旗呢? 為什麼會有現在英國的米字旗呢? 米字旗有一個由來 先看看這張表 圖中說這個英國國旗 畫不標準就對了 是等於英格蘭的聖喬治旗 加蘇格蘭的藍底白斜十字旗 加上愛爾蘭的藍底紅斜十字旗 所構成的 自從英國建國以來 他就相信有那個聖喬治 也那個第一次世界大戰都相信 那被德軍包圍的時候 英國和法國突然衝出重圍 有的目擊英軍就說 被聖喬治救了 那接下來是蘇格蘭的藍底白斜十字旗 為什麼? 因為啊 都義王朝的伊麗莎白女王死了之後 代表都義王朝的結束 司徒雅特王朝的開始 蘇格蘭的詹姆士六世紀位 成為英格蘭的詹姆士一世 就立刻 立刻呢就 把蘇格蘭的旗啊 加到了聖喬治旗這裡 從此英國的國旗呢 就 就比我們現在的國旗還要更進一步 像這樣的 像這樣 然後那個 這個紅色的協調啊 嗯 那時候是沒有的 好 現在呢 這個 接下來啊 1651年 克倫威爾 成為英國的護國王 因為他覺得呢 英格蘭應該是統治著 全英國的 所以 把那個 蘇格蘭的藍底白斜十字旗 給刪掉了 之後啊 那個 詹 查理二世紀位 他把那 那 克倫威爾啊 嗯 其實那個 護國王 克倫威爾 應該叫做 奧利弗克倫威爾 他把那奧利弗克倫威爾的 屍體啊 挖出來 邊屍 還把他那個 頭啊 給 砍下來 然後對他的 屍體做 絞型 然後呢 那時候英國還佔有 艾爾蘭 然後 查理二世就順便把 艾爾蘭還有蘇格蘭的國旗 加入了英國 的 那 就成為呢 現在的英國國旗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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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